里面就是这些图 比如说1到20 里面总共20张图 以前他的需求是什么? 他就是利用插入图片从档案 然后一直往下放 放在 Excel 里面 他一个图、一个图、一个图 因为老板要看每一张图、每一张图、每一张图 所以他的需求很简单 就是把图放到 Excel 里面的固定位置 而且位置有高、有宽 固定的高度 那做法的话我先跟大家一跟各位讲 第二个的话要怎么做 这边我有一个最后做完的结果 给各位看一下 程式在这边 其实程式不多 一样要用 DIR 一样要用什么? 用 DOFY 所以这一题 如果你会用 DIR 会用 DOFY 其实可以做很多 尤其是档案处理的事情 然后我们就直接把那些图20张 按个执行 你会发现他会把缩图全部都放进来 而且按照一定的宽、一定的高 放在你要的储存 而且储存格也可以再调整一下 另外 大家后来同学说 可是他还需要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旁边有个超连结 或者图上的超连结 可以点下去放大图 有点像网页一样 不然这么小 老板主要是给老板看的 老板他需要这东西 所以我们又多了一个叫 缩图与超连结 可以把它放大张 所以怎么做? 其实底下这边有缩图与超连结 一样给一个DIR 其实好像改哪个地方? Hyperlink 而已 其实就是利用Hyperlink 的属性 然后我就把这个加一下 你会发现又全部进来了 然后点一下这个 按确定 就开起来了 很方便 对,这个功能真的 但是如果你说真的 像这种东西 如果你要图把链钢 真的太发誓